大家好,欢迎关注苦侃汽车,我是老胡,我们的视频播出以后啊,有很多热心的观众朋友留下了各种各样的问题,那么针对这些问题,老胡做一一解答。 胡老师,我想买台25万,落地的SUV,试驾了1.5T的CRV,开起来倒是挺轻快的,但是,提速没有推背感,也是因为以前开惯了德系轿车的原因,感觉总是缺少点动力,希望老师给个其他的推荐,要求是,空间大,不碍坏,动力好一点的合资车,谢谢。 胡老师,你好,我最近想买台车家用,不考虑保值,打算一直持有,现在纠结哈佛H6自动挡,和本田编制1.5T的, 不知道该选哪个,听说本田1.5T的动力有所欠缺,但是编制在我这里优惠力度有2.4万,两者落地价格相差无几,希望胡老师给点建议,感谢。 这个问题很简单,如果你用几年就要卖,毫无疑问,编制XRV的保值率更好,如果你长期持有,买哈佛H6吧,他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 胡老师,您好,我是您忠诚粉丝,您在汽车行业界非常专业,我喜欢小型SV,现在在,荣放,齐骏,CRV之间纠结,到底选那一款车合适,另外他们三个车型混沌车怎么样,望您在白忙之中回复,非常感谢。 齐骏呢,2.0的CVT,它这个变速箱呢,老是出点问题,它还出了三个呢,左死的节奏啊,他就不考虑了。 燃油版的,我推荐2.0的CVT的荣放,如果你考虑混动,CRV的2.0的混动,是我的推荐。 这些车呢,产品力啊,都不错啊,市场认知度,保值率都很优秀啊,我个人认为,燃油版,你买荣放,混动版,买CRV吧,他们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 好,今天的老胡问答呢,就到这里结束了,如果大家还有什么,跟汽车相关的问题想问老胡呢,可以关注我们,头条号,呼喊汽车,点击并留下您的问题,老胡会在下一期节目中,为大家做一一解答,请大家继续关注。